记者从湖南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获悉 30日11时58分 湖南香硕化工有限公司三弹座车间生膜蒸发剂 发生物理爆炸事故 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轻伤 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现场救援已结束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